Hello 大家好 我是洛洛 欢迎收看兄妹生存第九集 今天哥哥要对象诺言 给我做个自动麦田 这会儿正在给我做模型呢 人家模型不都是力气的吗 你这看上去是个力气的 但实际上它就是个平面呢 看不懂 咱不就四块自动麦田 你坐吧 坐着坐着我就看懂了 先铲个七八足的土块 找块比较平的地方开始 做四层 一层四小块地 然后我给咱们家老黄牛 套上钛合金扒子开始耕地 改版之后处理太麻烦了 特别费时间 但是用这个牛耕地也有个缺点 就是只能耕草地 像我们钢前上的土块 还没长草变率之前是耕不了的 我只能等它长草了再来耕 还有这个草是更不掉的 不过这都是小事情 一桶水下去就干干净净的了 哥哥正在做放水的开关呢 挡水的方块一定要用非自然方块哦 然后这边是水 最前面当然是滑动方块组 放好之后通上电 木块就会向上升起 水牛会把小麦和种子冲下去 那当然呢 几下还要做收集装置 这些就让哥哥去做吧 我得尽可能的多种一些地 我家小麦种子太少了 把村民种的先拔了 就到那边去 再去看看家庭还有没有 这个人真是的 他今天又开始张我的床了 那天刚站了哥哥的 他自己不是有床吗 还非得睡我们的 快点起来 来你睡我的床 我睡睡袋 哎 这个家伙他就为什么非要睡在房间里面了呢 他是不是害怕呀 你看他快没血了 嘿 他把这里当客栈了 小二上菜 没闲工夫搭理他 在柜子里找到六十个小麦 当种子种下去 种了一块半的地 这半块再种点棉花呗 凑个整 这样就好看多了是吧 哥哥已经在做收集装置了 哎呀 这块地高低不平太难看了 产平产平 通通产平 这样看着才顺眼嘛 对吧 然后这上面有点糟啊 没有火箭背包都上不去 做个台阶 我现在就一些想把麦田种满 可头发都快等白了 这一块半的麦地就是不成熟 这时候哥哥说送了好吃的 又想骗我吃毒蘑菇 咦 不是毒蘑菇啊 82年的肘子 跟毒蘑菇也没什么分别 大家一起来嘛 减肥 这东西可减肥了 我的瘦串 嘎哪还减呢 哎呀 希望不要吹大风才好 哈哈哈哈 啃完这三十多个 又刷那些野人 可算是大功告成了 哥哥做拿刷种子的南图 我用钻石耙子 很快就将麦田种满了 这些成熟的棉花 也把它重新种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我们下集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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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